没少看到两位在台上穿不一样的衣服表演 所以今年聊台春晚不说相声了吗 对 说了个小品 对 跨界演了一个小品 当时怎么传的局有了现在这个作品 主要是辽宁春晚呢 去年跟我们也有个约定 说今年还要一块参加节目 然后呢说一块演个小品 其实早就答应了 演小品感觉咋样 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平时也演小品 对 我们等于说好多 我们演相聚跟小品其实也差不太多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小品与言类节目嘛 经常会有网友压题 咱们的节目有被网友压中的包袱吗 那我们压住了 别的 这个不能说 这得留到最后才能说 这个网上压题我还看了 短视频上 大伙很多形式啊什么的 这个有些梗啊 都已经网友们已经替演员给演出来 就这么说吧 我们提前也压了下题 今天演下来觉得网友们都压对了 但是最后 结束语吧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 对 我们是整了个反反转 说明两位老师冲浪还是挺快的 有没有用上什么哈基咪之类的 那都没用 还有哈基咪 下回 明年咱们加上 明年就完了 明年咱们加上 其实每年过年大家都会遭受亲戚的拷问 接下来请两位当大家的嘴吕 看如何应对以下问题 亲戚的拷问 亲戚的拷问 可以有进来了 看你今年好像胖了点 在外边没少症吧 太胖也没吃你家饭 真棒 挣再多 我也不跟你花呀 跟你有啥关系 孟哥说的棒 说的好 乌家的孩子今年结婚 你在看你 啥时候能有着落 催婚啊 您觉得您在婚姻当中幸福吗 您觉得您在婚姻当中幸福吗 请问一下 您觉得婚后有什么变化呢 主打一个反客为主 这是毅力净式的 您在婚后有幸福吗 你觉得您婚姻非常成功吗 两位这样回家跟亲戚这么说话 真的不会被打吗 吼家 嘿 就年过不了了 这年就过不去了嘛 你 吼哥结婚盖房子的要钱 能不能借我们点 明年就还 给我拿走 拿走 那你这个题目是借还是不借呀 当然不想借 不想借的 要是不想借的话 就不想借 不想借 过年了过来借点钱 哎呀这大过年的 我这也没开工资啊 家里都不付 那我这么 等于说不给开工资啊 哈哈哈哈 你不能这么说啊 不是 你等于说挺搭档的 你还不给开工资呢 一年点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 我这还真是我这 过年了 上老丈人家 老丈人家说非得要 让我买个车 我这还不够呢 你能不能给我对付点 听说东北人都挺会夸人的 啥都能夸 请孟哥给咱们展示一下 哎妈这小卷啊 这小卷烫了 真立着 多好 小小卷还立着 啊这小卷 是立的还是卷的 它立着了整个头捧起来了 哦 你这小眼睛 你看眼睛不大 他有神 瞧瞧啊 你看眉毛 都长得多好啊 啊 你有鼻子有眼的长 他发 就什么都能夸 什么都能夸 这还长得有鼻子有眼 酒粮如果反夸回去呢 分结实 好摔的 除了会夸人 东北人是不是都会喊麦或者转手绢 那也不是吧 不是都学过二人转 对 也不是都都学过舞蹈 对 也不是都都喊过呗 外省的也会呀 东北欲盖弥彰 不知道 落笑我冲 东北 你这冲浪高是你比我冲都狠 我都不知道这个 怎么感觉酒粮更像东北人 他像东北人 是不是闯关东没闯过来 我又回去了 可以带两个 今年优酷龙年春晚slogan是乖乖龙低咚 请两位给对个下脸 乖乖龙低咚 也倒过来了 乖乖龙低咚 低咚龙乖乖 你应该是东地 东地东地龙乖乖 行 慢而嫌不错 真棒 耶